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喝口水 喝口水 他妈没水了就念 打蓝 失败了 咱们从一开始 这次不剪辑就这样了 念成什么样就这样了 不剪辑 打南边来了吃葡萄不土葡萄皮的喇嘛 打北边来了留恋榴莲田的哑巴 南边吃葡萄不土葡萄皮的喇嘛 出南门往正南 看到个面铺面冲南 面铺挂着蓝布棉门帘 摘了蓝布面门帘 看见一扇门 门上倒掉着门后一堵粉红墙 粉红墙上画凤凰 红凤凰 粉凤凰 粉红凤凰 红粉凤凰 花凤凰 北边留恋留恋田的哑巴 走东门过大桥 大桥底一树枣 拿着干的去打枣 清的红多的啥 一个刀 两个刀 三个刀 四个刀 五个刀 六个刀 七个刀 八个刀 九个刀 十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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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个刀 八个刀 七个刀 六个刀 五个刀 四个刀 三个刀 两个刀 一个刀 打完刀往后山 山前有44棵死色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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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不吐葡萄皮的喇嘛买了长扁的 榴莲榴莲田的哑巴买了宽板凳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喇嘛 要拿扁的换榴莲榴莲田的哑巴的板凳 榴莲榴莲田的哑巴说你不会自己买一个吗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喇嘛 心想这榴莲榴莲田的哑巴还挺横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喇嘛就急了 抄起扁蛋打了榴莲榴莲田的哑巴一扁蛋 榴莲榴莲田的哑巴也急了 拿起板凳打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喇嘛一板凳 不知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喇嘛 拿扁蛋打了榴莲榴莲田的哑巴一扁蛋 还是榴莲榴莲田的哑巴 拿板凳打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喇嘛一板凳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喇嘛 吐了榴莲榴莲田的哑巴一身葡萄皮 榴莲榴莲田的哑巴一看打过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喇嘛 恼羞成怒抓起一块炖冻豆腐 我的炖冻豆腐 你扔不准炖冻豆腐 就别胡扔乱扔 扔坏了人家炖冻豆腐 榴莲原田的哑巴说 你这是欺负 我不会说话 你等着 榴莲原田的哑巴 这下碗袋就走了 吃葡萄不葡萄品 是喇叭 拿起榴莲原田的哑巴 碗袋继续逛集市 喇叭肚子饿 这好看在有他未卖塔吗 喇叭买了五斤塔吗 往没走 正好撞上榴莲原田的哑巴 要脸还别这个喇叭 提着坦萌的喇叭 要拿坦萌换别的 换别喇叭哑巴的喇叭 别喇叭的哑巴 不乐意拿喇叭 换提着坦萌的喇叭的 提着坦萌的喇叭 偏要拿坦萌 换别的喇叭哑巴的喇叭 别喇叭的喇叭 偏偏不让提着坦萌的喇叭 拿坦萌换喇叭哑巴的喇叭 提着坦萌的喇叭又急了 抡起坦萌打了 别喇叭哑巴一喇叭 别喇叭哑巴也急了 摘下喇叭打了 提着坦萌的喇叭一喇叭 不知是别喇叭的 留恋留恋前的哑巴 打了提着坦萌的 吃葡萄不土葡萄 皮上的喇叭一喇叭 也不知是提着坦萌的 吃葡萄不土葡萄 皮上的喇叭 打了别着喇叭的 留恋留恋前的哑巴的喇叭 我跟你说 这对我来说最难的 其实是那个44棵 紫色柿子树 卧槽 这个太难了 剩下的其实都还可以 咱们现在听一下 300斤 300斤石油老王的水平 来老王开始 打南边来了个 吃葡萄不土葡萄皮的喇叭 打北边来了个 留恋留恋甜的哑巴 南边吃葡萄不土葡萄皮的喇叭 出完门往正南 看着个面部面重南 面部上挂着蓝布棉门帘 摘了蓝布面门帘 看见一扇门 门上掉刀刀掉道着 门后一堵粉红墙 粉红墙上画凤凰 红凤凰粉凤凰 粉红凤凰 红粉凤凰花凤凰 北边留恋留恋甜的哑巴 走东门过大桥 大桥底下一树枣 拿着杆子去打枣 青的多红的少 一个枣 两个枣 三个枣 四个枣 五个枣 六个枣 七个枣 八个枣 九个枣 十个枣 十个枣 八个枣 七个枣 六个枣 五个枣 四个枣 三个枣 两个枣 一个枣 大完枣 往后山 山前有四十四棵 紫色柿子树 山后有四十四只十狮子 山前四十四棵 紫色柿子树 射死了山后的四十四只十狮子 山后的四十四只十狮子 咬死了山前的四十四棵 紫色柿子树 喇嘛哑巴网集 是吃葡萄不堵葡萄皮的喇嘛 买了个长扁的 留恋留恋甜的哑巴 买了个宽板凳 吃葡萄不堵葡萄皮 喇嘛要拿扁的 换留恋留恋甜的哑巴的板凳 留恋留恋甜的哑巴说 你不会自己买一个吗 吃葡萄不堵葡萄皮 喇嘛心想 这留恋留恋甜的哑巴还挺横 吃葡萄不堵葡萄皮的喇嘛就急了 超级扁蛋 打了留恋留恋甜的哑巴一扁蛋 留恋留恋甜的哑巴也急了 拿板凳 打着吃葡萄不堵葡萄皮的喇嘛一板凳 不知是吃葡萄不堵葡萄皮的喇嘛 拿扁蛋 打了留恋留恋甜的哑巴一扁蛋 还是留恋留恋甜的哑巴拿板凳 打了吃葡萄不堵葡萄皮的喇嘛一板凳 吃葡萄不堵葡萄皮的喇嘛 吐了留恋留恋留恋甜的哑巴一身葡萄皮 留恋留恋甜的哑巴一看打握 吃葡萄不堵葡萄皮的喇嘛 闹丘成能抓起一块炖冻豆腐 朝吃葡萄不堵葡萄皮的喇嘛一闪身躲得过去 激讽留恋留恋甜的哑巴说 你扔你的炖冻豆腐 我夺我的炖冻豆腐 你扔不准炖冻豆腐 就别胡乱乱扔扔坏了人家的炖冻豆腐 留恋留恋甜的哑巴说 你这是欺负我不会说话 你等着 留恋留恋留恋甜的哑巴扔下板凳就走了 吃葡萄不堵葡萄皮的喇嘛 拿起留恋留恋甜的哑巴的板凳继续逛集市 喇嘛肚子饿正好看到有个摊位卖塔嘛 塔嘛买了五斤塔 喇嘛买了五斤塔嘛往北走 正好撞上留恋留恋甜的哑巴 腰里还别这个喇嘛 滴了这塔嘛的喇嘛 要拿塔嘛换别喇嘛 啞叨的喇嘛 别喇嘛的喇嘛 不乐意拿塔嘛换滴了这塔嘛的喇嘛 滴了这塔嘛的喇嘛 偏要拿塔嘛换别喇嘛 哑巴的喇嘛 别喇嘛的喇嘛 偏偏不让滴了这塔嘛的喇嘛 拿塔嘛换别喇嘛 啞� edge 喳巴的喇嘛 滴了这塔嘛的喇嘛 又急了 抡起塔嘛 打了别喇嘛 哑巴的一喇嘛 别喇叭 喇叭也急了摘下喇叭 打了滴了着 喇叭的喇叭一喇叭 不知是别着喇叭的 流链流链甜的哑巴 打了滴了着 喇叭的吃葡萄 不堵皮特皮的喇叭一喇叭 也不知是滴了着 喇叭的吃葡萄 不堵皮特皮的喇叭 喇叭打了别着 喇叭的流链流链甜的 喇叭一喇嘛 好了读完了 大家认为谁说的好 可以在底下留个言 这期这个简单的 绕口令挑战就先到这了 我呢继续去剪视频了 大家再见